另外老東西如何玩出新創意 苗栗縣越擬鄉的三角社區 在加入農委會的人理培根計畫之後 不但讓原本沒落的林草編織 再次被注意到 甚至還加入了創意 以全手工的編織 編出許多年輕人流行的包包和帽子 阿嬤的手藝 在錯綜複雜的林草編織裡 來去自如 外行人看得眼花撩亂 在他們的眼裡卻是根根分明 我只要七八花就要做 七八花 老父在做的 沒辦法就要改造 這些被稱為國寶級的功夫 在苗栗縣苑里鄉的山角社區裡 開始有了轉變 這裡帽子的模型 要做儀秀 培根的課程裡面 我們就開始去 希望老師過來 讓我們這些婦女的創作 工藝品能夠有新的面貌出現 傳統加入了創意的元素 做成包包帽子等 甚至台灣二十三個縣市 也透過令草穿搭出台灣之美 游子營更是山角社區婦女的精心之作 山角社區加入了農委會的人力培根計畫 對於農村再生 社區居民在真面紅磚裝置藝術上表達出他們的鄰居力 把整個社區兩千多個人都能夠容納在裡面 所以十二生肖就代表我們整個社區 山角國小日據時代的宿舍 見證了歷史的演變 文化卻還是完整的被保留下來 我們以前的居民 他們製的房子就是這樣的一個構造 裡面用竹片 然後外面用泥巴把它補起來 老東西玩創意 這就是山角社區傳承的方法 明星文旅華 廖景雄 妙麗報導